第14題將球追遲上拋 球在上拋的過程中 不計任何的摩擦力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曉得球在往上拋的過程 上升過程中 速度會越來越小 動能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C說球在上升過程中 動能逐漸減少是對的 速度會逐漸減少 只要到0就不再往上升 就到達最高點 所以B說球在到達最高點的瞬間 速度為0也是對的 這整個過程都是受到重力影響 它的加速都是重力加速度 我們平常所教的重力加速度 為一個定值 所以選項諸說 球在上升過程中 重力加速度為固定值也是對的 但是這裡因為沒有任何的摩擦 沒有受到其他外力作用 所以動能加重力未能等於定值 就是力學能會手橫 加起來總和不變 所以A說力學能會減少是錯的 所以第14題問我們說 球在上拋的過程中 不計任何的摩擦力下列迅速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A 球在上升過程中 力學能逐漸減少 척論區 左邊 。 。 , hundred。 一頭。 。